2015年12月7号,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今天的评论。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报的评论,标题是《无王的爱》。 若佛三王子敌不过病魔病逝,让许多平民百姓像失去亲人般爱伤。 中国报《甄子约》专栏作者甄子全说,回忆现任苏丹对儿子的关爱之点点滴滴,充满了强大的感染力。 若在从前要看仑佛老苏丹如此直接表达对孩子的爱,那么的亲密实属罕见。 这也显示了,人来人去,王室正在改变,正在跨越一道道鸿沟。 正冷,亡热,王室的平易近人相比政客的不识人间烟火,也同时让人看见王室与日俱增的影响力。 柔州老百姓对王室的爱戴,以及王室未来肩负更大的责任,至于父子之情,无论是谁,真实表达不需要理由。 因此,作者认为一些网民,即使对王室有再多意见,当下唯有放下,安静地去感受一份无王的爱。 接着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,标题是,党老二,勇士老大眼中刺。 明天登场的巫统大会,慕尤丁被封嘴一事,光明日报看见作者慕容公子质问,难道巫统的党老二,永远是个祸胎? 就算不是,也是党主席眼中的一根刺吗? 作者写道,从第一任党主席,东姑阿多拉曼开始,时任的熟理主席敦拉萨,便在513事件后,取代黯然下台的东姑。 当都拉萨病逝,时任的熟理胡生翁,无风无浪的接任,但他似乎委错了马哈迪当党老二,在党内一股权力的暗流中,被取代,愤而隐退。 当安华眼看只差最后一步,就可接马哈迪的班,但安华的熟理主席党职,可以是天堂,同时也可存地狱。 如今,巫统的第二号人物,不再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党员,而是木头人一个,叫人情何以堪。 这无形也反映巫统的领导,已经陷入一言堂,及独裁的处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